欢迎大家来到生命之光 刚才我上来做报告的时候 你们的脸有一点不是很舒服这样的感觉 可不可以再看一下你旁边跟他微笑 跟他说你越来越可爱了 对了 不然我很难讲到 我起来的时候刚才我做报告 好像每个人都很不开心这样 你们好吗 你们是否等一下如果有问题 等一下会后可以出来我为你祷告 放心 今天我们回到神的大家庭 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而我很期待 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祷告说 希望在整个系列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突破 阿们 突破是什么呢 突破就是生命转化 生命转化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大的神迹 阿们 如果人祈求很多的神迹奇事 然后生命没有转化 我觉得这个很可惜 你可以看到那些病人好起来 可是你没有看到他的生命改变 让我觉得很可惜 一个人需要最大的改变就是生命 有些人需要家庭的突破 有些人需要学业的突破 有些人需要经济的突破 可是最需要的是生命 今天我们来到属灵的家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自己 基督徒的目标不是要更多的知识 今天你来到教会不是要知道 你可以背这个经文那些都是好的 我叫你读经祷告是对的 拍向你旁边跟他说要读经祷告 不要听错 我要大家读经祷告 可是你不要离开这地方 满有知识 可是生命越来越不像基督 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基督徒 他们来聚会的时候很属灵 外在很属灵 离开聚会的时候就开始不属灵了 骂出话 讲一些的脏话 或者是对人家很不礼貌 对清洁工人很不礼貌 看扁人家 我觉得这样的人 在神的眼光 其实不是属于他的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今天有好多的这些的 外邦的朋友 或者不认识主的 他们都会有一个最大的批评 就是基督徒好虚伪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有太多人 在教会举手敬拜的时候很属灵 离开教会的时候却不是很属灵 旁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得到神的亮光 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越来越像基督 阿们 我们不是要更多的知识 不是要你能够祷告更长久 希望你能够 不过在你长久的祷告当中 我们的生命要开始转化 所以生命转化 从一个理念 从一个信念 从一个观点开始 最近我的儿子他在他的读书桌的上面很小 放了一个字条 这个字条很可爱 他说 Penguin 我都看不到 现在 Penguin 你们读一下好不好 1 2 3 起额不能够飞 我不能够飞所以我就是企鹅 我很想问他 如果你的老爸有胡子 你去外面看到有胡子的人 你是不是要叫老爸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你知道今天有好多基督徒 他们有对神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想法导致我们有错误的做法 错误的行为 今天来到聚会很多人都很想从 神从聚会里面得到一种享受 就是说我今天听到神要向我说话 是一种主啊你来鼓励我 你来鼓励我 你来鼓励我 可是其实圣经是要我们顺服听从的 Amen 也就是说你今天来 是带着什么样的期待来 我最近跟我们同工一起敬拜的时候 每次同工开会都有敬拜赞美的 然后最近伟强传道就开始敬拜赞美的时候 他就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带着什么心情来敬拜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一种 又要开会越开越不会 我们很多的开会 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开会的心情 敬拜赞美 随便唱 可是当他讲了那句话 那一天下午我突然间反省 虽然早上我们开了会 虽然早上我们祷告了 现在我再次的期待说 主啊你来向我说话 那天下午的敬拜赞美很不一样 唱的都是老歌 不过越唱越舒服 为什么 因为遇见神 Amen 错误的想法会导致我们有错误的做法 可是对的想法会改变我们 当我们有对的想法 我们要真知道 它会示范我们从一种监狱里面逃离出来 这就是突破 生命的突破就是这样开始 最近我的女儿跟我讲 她玩了一个游戏 以前啊 她去这个游戏叫做Escape Room 有没有玩过 Escape Room 挥挥手一下那些有玩过的 你们去谁喜欢玩这种游戏的 我的女儿跟我讲说 我从来没有玩过 不过她跟我讲 她去了一次 她就不想去了 我说为什么 我说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玩啊 她说因为我进去了 我出不来 我不会出来 所以她说她第一次进去 跟朋友进去的时候 出不来 在那边哭 在那边慌 我说为什么会慌 你不是知道一定会出来的吗 虽然 只是一个游戏 虽然她知道 她可以出来 可是 在慌的当中 她觉得 她好像被捆绑住了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今天有很多 基督徒也是这样的 你已经知道 神要释放你了 你已经知道 你要得胜了 可是在你的思想脑海里面 确实是有一个监狱 确实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已经捆绑自己了 所以你就很像 虽然在玩这个游戏 可是你在那边哭 在那边害怕 虽然你活在你的生命 你知道神是得胜的 虽然你知道 神已经为你预备最好的 可是在你的思维的当中 你确实有错误的想法 Steven Fertig 牧师他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 你的观点可能成为 你的监牢 或你的护照 我们不能够突破 是因为我们让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环境 限制了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跟人家 分享你的问题的时候 很容易讲 今天不奇怪 对了我跟你讲 为什么不及格 昨天这样 这样 可是如果你要讲你将来的盼望呢 如果你要讲你将来 上帝已经预备你美好的应许 你能够这样有信心讲吗 很多人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让我们现在的故事 一起讲现在的故事 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故事 你现在是你 叶小玉刚刚考完的故事 或者是你现在 是因为你考试考到很差的故事 或者是现在你的故事 是我的家庭的环境 非常的糟糕 刚才文力说 他的故事在那个时候 他的家非常多的问题 经济有问题 父母亲有问题 他想要放弃的时候 最后他看到什么 他的故事可以转化 是因为有神同在 Amen 有神同在 Hallelujah 我们的生命都有盼望 有神同在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突破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开始的 这个系列的信息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 他的故事能够翻转的 甚至连那些不认识神的 也可以的 为什么 他们看到有机会 我跟你讲 你们都听过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我知道 我以前看他打篮球的时候 非常喜欢看他打篮球 他是NBA六次的Champion 他是五次在NBA得到MVP 最佳的选手 他是四次的NBA All-Star 可是你知道吗 他第一次开始去 要参加篮球的团队的时候 是被高中篮球队拒绝 而且拒绝后 他跑回家 关在房间里哭 这个是他的一个开始 可是他没有被他的故事限制了 另外一个人我想讲的就是 Watt Disney 华特迪士尼 你知道他我们知道创造了什么卡通 Micky Mouse 对不对 每个人都知道 看到两个耳朵知道 OK 这个是Micky Mouse 谁不认识Watt Disney 谁不认识 每个人都认识 可是当他第一次要开始 在做他的工作的时候 他是被他公司开除 因为什么呢 公司老板说 他缺乏创新的想法 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个人缺乏创新的想法 后来开自己的公司 第三位 爱因斯坦 我们称为是一个天才来的 你知道他四岁的时候还不会讲话 感谢主 你用命会讲话吗 放心 不用紧 放心 因为爱因斯坦四岁的时候不会讲话 他老师说什么 他不会有什么的作为 可是成为了一个天才 拿了诺贝尔奖 我们的林肯总统 在美国林肯总统是非常出名的 他被称为是最伟大的一个总统在美国 可是你知不知道 他有他的未婚妻 当他要结婚之前去世了 他的生意失败 他有精神衰落 而且呢 他每一次去选举的当中 有八次的 几次一起讲 八次 你八次要上选 都没有人投你 他还要上选 可是八次失败 最后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名 非常伟大的总统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你要把每一个措折 当作是你成功的垫脚石 因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比以前更好 拍下你旁边说 上帝要你比你以前更好 所以今天 我的主题是 从试炼中得胜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失败 或者是一些的试炼 有人没有经历失败的 现在举起手来 让我知道我要认识你 有没有人 如果你敢举手 你就不是人 你是超人 我没有看过这种人 有没有人 在他一生的当中 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的失败 举手 很多 有一些不清楚 不用紧 你们长大一点 我看到年轻人 有时候不懂 因为他们太幸福了 还年轻 越老的人越快举手 对不对 越老的人知道说 我们其实已经碰到 很多的钉子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生命 应该是在失恋的当中 在失败的当中 我们能够得胜的 这个才是生命 所以今天我要提到的 在这一系列当中 我们会用一些圣经的人物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大卫王 那下一个礼拜呢 真容牧师会用 哈巴古先知来讲 然后接下来的 每一个讲员 都会透过一个圣经的人物 来教导我们 怎么能够突破 期待大家 今天我们敞开心来 好不好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听到神 在向我们说话 我们再次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这个时候 我求祢主啊 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窍 主啊 祢现在就向我们说话 因为主啊 我们带着一种期待说 主我的生命需要突破 所以主啊 就算我现在在失恋 在失败的当中 主啊 我求祢让我能够夸胜 让我真知道 主祢给我的是最美好的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大卫王 他的生命 记载 在圣经里面 记载了好多奇奇的落落 然后呢 他在成功的当中 我们也看到说 他在成功 也有好多的失败 他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其实不管在 多么多的奇奇落落 他仍然是圣经里面 神称为是 和神心意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一个人 他跌倒了 他仍然能够成功 因为他生命 有一个极大的突破 一个翻转 大卫在他打败哥利亚 还记得哥利亚是谁吗 是一个巨人 菲利士人 是威胁他们 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他打败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成功的记载 本来是一个 应该是拿奖状的 对不对 可是成为了 他的一个很大的赤 为什么 因为他得胜这么大 导致他的王 有一点嫉妒 因为他的王嫉妒 他因为这样 他一生的当中 都被他的王 也是他的岳父追杀 你要想想 他本来是 立大功的一个元帅来的 可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 被人家嫉妒 嫉妒到一个 某一个阶段呢 他是被追杀的 你有没有想想 你一生啊 你的岳父在那边追杀你 拿枪要杀你 你知不知道 很可怕的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岳母 是很可怕的 不过有些岳父也是很可怕的 所以大卫他的生命就是这样 他在服侍的当中 我发现到 原来要做伟大的事情的人 都要经历一些苦难的 阿们 如果你现在在经历苦难 你要舒服一点 你就跟自己讲说 我要做伟大的事情了 阿们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在预备做更大的事情 其实要经历一些的考验 大卫也是 那我在这样想的时候 你知道 他自己的王在追杀他 可是在他做王的当中 他有没有追杀他的属下 有耶 不只是追杀 还杀了他属下 最中心的乌利亚 你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大卫王啊 他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 都是打打杀杀的 他一生啊 都是面对什么呢 刀枪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当他犯罪的时候 当他夺去乌利亚的生命的时候 当他娶他的太太的时候 你知道 先知 拿丹跟他说 他说耶和华这样讲 你藐视我 取了赫人 乌利亚七为妻 所以 刀剑 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原来他的生命 有一个很大的诅咒 是因为他欠缺 他欠缺一种顺服 可是为什么 他还是能够合神心意呢 因为 在他每一个观点 每一个低潮的当中 他都能够站起来 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 其实我在牧养一些 从别的教会来找我 叫他去牧养 我在跟他们分析 跟他们约见的时候 他们跟我分享 很深的一些的问题 他们个人的问题 其实我在跟他们分享 我带着一种感叹是 我知道神要用你 他们也知道 可是每一次他跌倒的时候 他们好像没有力站起来 我不晓得今天 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 年轻人 你有没有在犯罪 在做错的时候 好像没有力站起来 我要跟你讲 你还是能够站起来 因为如果大卫能够站起来 你也能够 阿们 如果大卫能够跌倒 而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 他面对这样的一个诅咒 他仍然可以成为合神心意 那我觉得我们是 有机会的 阿们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读一个故事 我觉得是他生命一个 突破的一个见证来的 这也能够成为我们一个 很好的榜样跟学习 就是在历代记上 第十四章 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可不可以邀请大家 我们大声来读 一二三起 菲利斯人听见大卫受高作 以色列众人的王 菲利斯众人就上来寻所大卫 大卫听见就出来迎敌 菲利斯人来了 布萨带历发因果 大卫求问神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菲利斯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菲利斯人来到巴利比拉兴 大卫在那里杀拜他们 大卫说 我们再读黄色的字 大声读好不好 一二三起 你懂冲破在英文的翻译 就是break through 当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段经文 原来神借着大卫的手 能够冲破敌军 怎么冲破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道理 就是这个原则 就是我们要能够突破 就是要勇敢面对问题 跟你旁边说 要勇敢面对你的问题 大卫有好多的问题 我们也有好多的问题 可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懂得去面对 不要去逃避 今天有太多太多的基督徒 他们在跑 不是跑向神 而是跑 从他们的问题跑掉 躲避他们的问题 不想去面对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勇气去面对 我今天在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到 有没有一个例子 能够帮助我们 如果今天 我们看到一个球队 他很厉害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些人 会踢球 你们会耍花招的 就是你会把球放在你的头 可以balance 我看只有Daniel 对不对 Daniel在哪里 Daniel可以 还有谁 还有谁 踢球很耍花招 很厉害 可以转来转去的 我最近在网上找到这群女生 他很厉害的 他们可以放他的球在头 可是这群女生如果放在团队 去比赛的时候就不能够了 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慌 看到Daniel冲过来的时候 他们会吓到 所以就算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算他们能够刷很多的花招 看起来很好看 可以表演 可是在战场当中 在比赛的当中 他们却不能够把球射进龙门 对不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比赛 那个球没有进龙门 那你多么多的花招也没有用 我记得以前我在当兵 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的团队 我很喜欢看 我在找我的 我的部下 应该有一些 应该很壮的 很有stamina的 我们这些最喜欢 找他们做东西的 所以我以前 去reservice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大筷子的 很壮的 很大的真的很大 然后我就看 我看准这个人了 等一下去mission 我就是要他帮助我 在前锋 然后他要扛多一点东西 因为每一次 我们去mission的时候 那些instructor都会 让我们一个人 你死你死你死 然后我们就要扛他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些 很有利的 可是没有想到 那个mission还没有完 是他先死 他怎么死 他不是因为 被instructor讲他死 因为他有哮喘 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哮喘 他就说 Sir I want to fall out Sir 我说 You cannot fall out 我说 Sir 我说你这样大筷子 你不可以fall out 你是我的最有力的人 他说不可以了 是我要fall out 那因为他fall out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那些没有力的人 要把他扛起来 然后还要阿弟 跑回去 然后你说 阿弟阿弟 我就跑 我那天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做一个军官 我想打他 我说吃这样多饭 然后这样没有力 我们福建华人喜欢讲 好看不好吃 外在看起来很大支 很有型 可是呢 出战的时候 第一刻死就是他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 外在 很属灵 很厉害 背经文 可是面对问题的时候 就马上跌倒了 今天有好多基督徒 他们经不起考验 为什么 因为内在的问题 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裂痕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要面对我们的问题 菲利斯人他上来的时候 你知道 大卫 他听到有敌人来 你要想象 大卫其实在七年 做王的时候 他是在南部 犹大做王 以色列人还没有叫他做王 他已经做王几年了 大声一点几年 然后考虑他七年 七年菲利斯人 有没有来搞他 有没有来找他的麻烦 没有 这七年 他们就说 好了 大卫你做王就做王 可是当大卫做了 犹大和以色列的王 就是说 南北国联合的时候 他的军事越来越大了 突然间 菲利斯人觉得 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 他们就开始来找他 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你有读圣经背景 耶路撒冷本来是 大卫之臣 对不对 可是这个时候 大卫根本还没有夺到 耶路撒冷做他的城堡 也就是说他现在还在犹大 刚好他们被封他做王的时候 他一听到 敌人一听到 马上攻打 他们就跑到这个地方 埋伏 这个地方埋伏的时候 是非常靠近耶路撒冷 他去哪里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在撒末尔记 告诉我们 他去到这个亚度兰 亚度兰这个山洞 因为他以前都在亚度兰 所以他跑回山洞里面 可是他跑回山洞 不是要逃跑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听见了就什么呢 蓝色的字 就出去 迎敌 就是去欢迎他们 去觉得OK啦 你要打是吗 好 我已经预备好了 我已经预备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的心态是这样的吗 其实大卫的心态 从以前就是这样的 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哥利亚来的时候 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式人 往战场跑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神在你的生命 我跟你讲 就算困难来 你会向困难跑去 阿们 如果你没有神 困难你来 你马上离开 甚至不来教会 我今天很感恩 因为我知道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现在在预备考试 你仍然来教会 你就是一个突破了 我们拍手 谢谢他们好不好 来 不要吝啬 为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生命之光的年轻人 他们不管 明天有没有考试 他们说 我要先尊荣神 星期一 我女儿有考试 她问我 我礼拜天 可不可以去 那个祷告会 我说可以 去 预备 好好的预备 我跟我太太讲 让她去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尊荣神更重要 我要敬畏神更重要 原来大卫 他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是跑向困难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被埋伏这个地方 他不会怕敌人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地方 他的名字 是叫做 李法英古 李法英古的意思就是 李法英其实就是巨人的意思 你还记得巨人是谁吗 你记得哥利亚吗 哈喽 哥利亚 记得吗 原来在这个地方 之称为是巨人成长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菲利斯人 巨人成长的地方 可是当大卫 恭敬的时候 他变成什么 他变成 大卫把这个名字 换成什么 本来是一个巨人之谷 一起讲巨人之谷 他把它换成这个名字 叫做巴利比拉星 巴利比拉星的意思就是 主让我能够冲破 也就是主让我突破的意思 阿们 今天你们可能有一些人 要知道主要你突破 阿们 今天你面对的敌人 巨人在你的生命 你要知道 如果主让我们去面对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 并且能够冲破敌军 因为敌人总是要积极地对付你 总是要彻底地消灭你 总是要在你最软弱的时候 来攻击你 可是主 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能够说 像大卫一样 主你借着我的手 冲破敌人 今天有好多人 他们面对的问题 可能不像大卫一样 我今天在牧养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有好多年轻人 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上网看黄色 他们罪的问题 是最大能够捆绑你的 为什么这样多人 不能够胜过他的巨人 因为不想面对 因为如果当你坦白跟人家讲 你还是在上网 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人家会讲你 所以你就少说少错 多说 你觉得会多错 胜过罪的引诱 其实要积极地去抵挡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也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捆绑 我这个捆绑 其实在我进Pauly的时候 在18岁的时候 上帝有一个很大的释放 这个释放是怎样开始 这个释放是有一天 我做一个领袖 然后我发现到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一个领袖 可是我仍然挣扎在 这样的一个诱惑 每一次在看错的东西 我就觉得 我是一个很虚伪的人 知道有一天 我没有办法 我说我一定要跟人家讲 我就找我朋友来 我拉着他 我说我跟你讲一个东西 你不要笑我 然后你不要讲我 你跟我一起祷告 请你帮助我 我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吗 我最近 我虽然是一个领袖 我跌倒了 我就这样 我跌倒了 我就讲了我的问题 我讲了我的问题 他看着我 他说 其实我要跟你坦白地讲 我也是跟你一样 然后我们就找多一个 我说我们两个 要跟你坦白地说 我们跌倒了 然后他也说 我也是跟你一样 我也跌倒了 越来越发现 跌倒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教会好像复兴了 就是跌倒的人 其实都很多 只是没有人再坦白 后来我就跟我自己讲说 不能够这样 我不能够活在一种虚伪 就是说 好像神的能力是不在的 好像 好像永远都是活在 这样的阴影的当中 所以我立下那一天 我就跟主说 主你来帮助我 如果有人能够胜过 就是从我生命开始 我觉得那天我拼命地祷告 每次有想要做错 我就祷告 因为捆绑是这样的 你越想不做 你越会去做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 直到有一天我降福 我说主啊 我交托 我不要让这些东西来捆绑我们的生命 交托的时候 在三到六个月的当中 上帝释放我 怎样释放 一连串的祷告 跌倒了又祷告 跌倒了又祷告 我今天可不可以再一次地请求 如果我们内心里面还挣扎着一些的罪恶 一些的想法 一些不讨神喜悦的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 第二 我们要寻求神的方式 一起来讲 寻求神的方式 你知道 圣经故事告诉我们 记得吗 菲利斯人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被打败了 我们掌声鼓励 很好很好 神让我们冲破敌军 这个是神就是我们的突破 可是没有想到敌人第二次 还来到同样的地方来埋伏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在第13节的当中 他说菲利斯人又不杀在 立法因谷 原来他们回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怕输 第一次他们被打败 其实他们逃跑 他们这次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菲利斯第二次的攻击 大卫又寻求神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每一次在 要攻击这个敌人的时候 他都做什么呢 寻求 跟你旁边说 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你们 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不是在讲 你在那边只是讲几句话说 主啊帮助我帮助我 然后就算了 我相信 大卫他躲到山洞里面的时候 他说主啊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没有说 主啊我知道了 上次你给我们胜利 很简单 我再一次的从前面攻过去 再一次的冲破敌人 第二次又打胜了 他没有这样讲 记得吗 原来我发现到 当我再读下去了 他说 神说不要一直地上冲去 要转到他们后面 从伤灵 伤灵对面 攻打他们 也就是说 这次神的策略 不是前面进的 是从后面 一直讲后面 然后我学习到一个东西 很重要的原则 我会发现到 神的方式不一定是一样的 可是原则都是一样的 阿们 也就是说 今天你来到聚会 可能上帝会 透过不同的方式 来向你说话 可是呢 原则是一样的 你要敬畏神 神是圣洁的 这个是原则 是不会改变的 我在牧养的 这个带领的当中 我发现到 我最厉害在牧养 尤其是牧养 我们现在的这些领袖 我都讲过 他们有被我骂过 谁有被我骂过的 来举手一下 这样少啊 感谢主啊 我越来越温柔了 我再问多一次 可能刚才你还没有听好 谁有曾经给我讲过啦 讲过 不是骂啦 讲过 然后举手 不要放下来 看一下 很多个都是领袖 伟林伟 有骂过你吗 我对你很温柔耶 都该温柔一点 可是每一个人 他们都知道说 我的 我的乐坛啊 我的讲话 或者是我都是很挑战 对不对 我每次挑战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到 上帝 对付我 对付我这个人 因为我以前 就是每次挑战人 挑战人都成功 可是我发现到 约谈就是要挑战他们 这个是上帝 量给我的恩赐 以前 Negles一认识我 他说 你跟我一样 我们有骂人的恩赐 其实我不觉得 他每次讲他不是 不过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可是最近我们在反省 对不对 我们在说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 很好的特征 我们不想要骂人 是人家这样让我们骂 所以我就说 主啊 你要帮助我 然后我就发现到 有一次我骂 然后那个人 真的离开教会 我很后悔 我跟你讲 我后悔什么呢 我后悔不是说 我骂错 其实我骂的是对的 可是我后悔是 我每一次用同样的方式 以为同样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给我这样讲 一定是会突破的 一定是会挑战的 我activate他们 就可以activate了 可是我错了 原来每一个人 都不一样的 因为上帝 量给我们 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 可是上帝也要我们 懂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阿们 我记得有一次在神学院 这个我就学队功课 我这个队的功课是怎样 我在神学院里面 我们在牧养的当中 其实在神学院有一个 来读神学的学生 他还在抽烟 也就是说 他生命还出了问题 可是他 他来神学院读书 那我也知道很多的 很多的这些老师们 他们都觉得 他可能读不到三个月 就要离开了啦 因为我们三年的课程 他不到三个月 可能他就会走 也不懂他为什么来 可是他的父母是宣教士 宣教士牧者的孩子 都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来的时候 光头的 那光头啊 有点像Ron这样 OK Ron光头的时候 然后他又留胡子 很可怕的你知道吗 很厉害泡咖啡的 所以他看起来很凶 那有一次祷告会 我不懂那天他不爽什么 可是他很喜欢来找我谈话的 可能我因为我挑战他 所以我那天看到他在祷告会 没有人敢靠近他 他只是在一个旁边 他这样站着 人家敬拜 你敬拜 这个是神学院 他站在那边这样 然后人家在祷告 在为国家祷告啊 在为世界祷告啊 他在那边这样 然后圣灵感动我 去跟他讲话 我笑说不要 然后我说 好了我去跟他讲话 我去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远远他就看到我来了 他的眼光是这样的 真的好像要杀人的眼光 不过我说 圣灵感动我就去咯 我就去 我就跟他讲话 我去的时候 我本来 我很想跟他讲 你来神学院 是来祷告的 你在做什么 我很想这样讲 因为我的 normal self就是要挑战他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要就 如果我被感动啊 我就敢讲 可是我走到 要靠近他的时候 上帝把我的那个 script把它换掉 你知道吗 他把我的script换掉 我去找他的时候 第一件事我跟他讲说 诶 brother 他说什么事 他家里什么事 因为他自己跟我讲 他说 如果有人来跟我讲 来有什么东西 为他祷告 我怎么样 他就马上骂他们 他说什么事的时候 我就说 brother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突然间 他不懂 他慌惧 他说 你讲什么 他用英文 what do you say 我需要祷告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其实我不懂 我要叫他祷告 什么 他说你为我祷告 他说什么事 他突然间 从一个很羞 他说 什么事 brother 我说 没有啦 最近很烦 我就这样讲 随便你讲两句 他就为我祷告 他祷告很属灵 你知道吗 我祷告 我觉得很舒服 谢谢 他说 你没有话要跟我讲吗 我说没有啦 我就被感动来跟你讲话 叫你为我祷告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 你知道吗 刚才你来的时候 我很肯定 你一定会问我 你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这样生气 我就会骂你 他说 可是你叫我为你祷告的时候 我慌去 我不懂要做什么 我说感谢主 后来我就学习到 原来上帝要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信 有望 有爱 拍下你旁边跟他说 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信 旺爱 不要让过去的经验阻拦你现在的突破 今天有好多人 他们过去经历了神 可是他们一直把过去的经验放为现在应该经历的 没有这样一回事 你有没有看到大卫他第一次打败是直接冲进去的 第二次打败敌人是从后面攻进来的 上帝的策略一直在改变 我们要知道原则没有改变 圣洁没有改变 可是方式一直都在变 让我们学习听从神的话 不要以为你以前做的事现在都应该这样做 你知不知道以前他们唱圣诗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喜欢唱圣诗 有没有听过圣诗 可能就没有人 有一些人懂对吗 圣诗 懂以前唱圣诗的时候 那些早期的人开始唱圣诗 其他的人他们在讲这个是从魔鬼来的 因为圣诗是很新潮的东西 现在我们把圣诗当作是最重要的 然后打鼓的时候就当作是很魔鬼这样 其实现在已经改变了 现在有很多的改变 潮流一直在变 可是原则不会改变 所以真元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起 你要专心养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 Amen 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 在我们的欠缺 在我们的缺乏 甚至在我们跌倒的当中 我们要认定主 我们要知道他的方式是最好的 而且你要知道吗 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十五节 当大卫从后面绕过去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十五节 他说你听见桑树 蕭有脚步的声音 一起讲脚步的声音 就是他们从后面埋伏的时候 要出去打仗的时候 他说你听到有脚步 就要出去征战 为什么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了 Amen 神已经在你前头了 Hallelujah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照着神的方式 因为神已经在你的前头了 神没有在后面 神在前面 神已经帮助你了 神已经去了 你要知道在你的环境的当中 你要突破 你真要知道 神的方式是最好的 因为神已经在你的前头了 还有一个故事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 就是穆勒的故事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穆勒的故事 我最喜欢读他的故事 是因为他的信心非常的大 他祷告的时候 他在船上祷告的时候 他说有人说要下雨了 他就说那我们祷告 他说已经打雷了 你还要祷告 他说这样你不要祷告 他叫那个人不要祷告 因为他说你没有信心 你就不要祷告 因为我只要有信心的人 跟我一起祷告 他一祷告 天从打雷变成太阳出来了 那有一次 他在因为他的孤儿院 都是凭信心祷告出来的 他孤儿院 你去读他的故事 真的很精彩的 一定看到神的 因为他是从没有钱 祷告到有一个孤儿院 他的孤儿院有三百人的时候 有一次早上 他们预备要上学的时候 那个院长就跟穆勒说 穆勒牧师 你知道吗 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预备好了 全部穿好衣服了 可是没有早餐 因为那天没有钱吃早餐 没有粮食了 穆勒做什么呢 穆勒牧师叫所有的孩子 坐在这个canteen里面 坐在那里 然后他就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他祷告完了之后 祷告完了之后 有人敲门 谁呢 就是烘面包师傅 来了 他说不懂为什么 昨天晚上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 知道你们今天早上需要面包吃 他就烘了很多的面包 来奉献给这个孤儿院 然后刚好他们在分这个粮食的时候 分这个面包的时候 又有人敲门 外面有一个牛奶师傅 送牛奶的 他的汽车抛锚了 就在孤儿院外面 然后他就问穆勒牧师 他说你因为我们的这个汽车抛锚了 如果修好 我们再把这个牛奶送到我们要送的地方 牛奶全部坏了 你介不介意我们把牛奶送给你 他说当然不介意了 你知道这样的故事我听过好多 甚至我自己神学院的老师他以前有一次印度人来的 他印度人他讲话有印度枪的很好笑的 他每次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他的故事 为什么因为他说有一次他在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没有钱 然后他跟他的家人说我们今天我们要进食祷告 为什么因为没有钱 然后他打开那个冰箱完全没有东西 他们开始祷告 祷告完了之后真的跟穆勒一样 祷告完了之后外面有一个grocery的一个truck 抛锚了 抛锚了他们就敲门 第一个门就是敲到他 他就说我们的汽车抛锚 那些perishable的东西 可不可以全部送给你 ice cream 本来冰箱空空的 一大堆的ice cream 菜一大堆东西 从那个祷告开始 所以他的孩子信心提升好多 你拍下你旁边人跟他说神的方式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突破呢 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要怎么能够在我们的失恋当中得胜 因为顺服是最重要的 你懂最近我们去IDMC IDMC就是Pastor Edmund 他每一次跟我们挑战的就是说 他说其实教会没有教会的问题 然后每次都在那边想 没有教会 教会一大堆问题 他说其实我们没有教会的问题 我们有的都是人的问题 然后他在讲 他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人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 然后他继续讲下去 他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心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心的问题都是一个顺服的问题 原来顺服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人一不顺服神的时候就开始做自己要做的东西 大卫你看下去的时候 他在第16节他讲什么呢 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 原来在这场战争的当中 如果神给你最好的策略 神给你最美好的东西 然后你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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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这样做 我还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你就不能够得到突破的 我看到好多年轻人 我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生命就停止在门前 刚好要得到祝福的时候 要收到礼物的时候 他们就放弃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是你的话 今天你好不好悔改 转向神 今天再一次的知道说 顺服就会蒙福 可是过程真的会不舒服 你的不舒服不重要 你的顺服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大卫在他的一生里面 有两次很大的不顺服 什么不顺服 他不顺从神的时候 就是在他第一犯奸淫的时候 他不顺从神 第二他点算人数的时候 他不顺从神 第一次他导致什么呢 他一生被咒诅 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 家犬不宁 一生当中看到他的家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被自己的孩子追杀 他那一个孩子 跟八十八的孩子死掉了 乌利亚八十八的老公也死了 可是第二次他选 他点算人数的时候 你们猜多少人死 七万人 和神信义的一个伟大的王 却在他的不顺服的当中 影响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 因为上帝拣选他做伟大的事情 可是他做错了决定 他不顺从 我觉得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求求帮助我们每个人 都学会顺服 我最近有一个顺服的功课 因为我听了 所以我得胜了 而且我突破了 因为在 在我最近 我发现到 我在学习聆听圣灵 跟我说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有些人在问 到底是神的圣灵是怎样 你不要管太多 因为如果你不去实验 你不去顺服 你根本不明白 到底是从神来 还是你自己的思想 所以我要去实验 可是那一天是怎样的 就是在 两三个星期前 当我们 就是去到 星山开会的时候 我突然间收到一个简讯 这个简讯是讲到 我有一个神学院的朋友 叫Manto 他现在在ICU 快要病死了 叫我马上去看他 我有一个朋友 真的叫Manto 可是他不是我神学院的朋友 所以我就不理他 而且我在星山 我就没有回 然后在周末来的时候 我又收到一个简讯 是从 Pastor Arthur 他简讯给我 这两个简讯 这两个人 发简讯给我 都不认识Manto 是在救主堂的 他就发给我 讲同样的东西 你的朋友 神学院的朋友 Manto 现在在ICU 需要你去祷告 然后我就说 OK 我去check一下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蛮多 然后 那一天 星期六 我收到这个简讯 我讲完道的时候 我一直收到很多人 打电话给我 可是我没有接 因为全部不认识的 我们最怕的就是那些 不认识的人 打给我们 所以我就不敢接 我就去到我岳母家 去到我岳母家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的岳母 我的谁 我的岳母跟我讲 听说你的朋友 蠻多 现在在ICU 我说你认识蠻多 不懂啊 有人跟我讲 要跟你讲 后来 我的岳母的 cousin 就是我的太太的 依依 也是在救主堂 打电话给我 他打来 他说 Chris 我要跟你讲 你要跟我讲 蠻多现在在医院 然后我要去看他 是不是 你知道了 好好好 OK 然后我的 brother-in-law 现在在别的教会 收到一个他 以前在救主堂的 小组的朋友 简讯给他说 你可不可以跟你的 brother-in-law Christopher讲 他的朋友 蠻多 我那天听了 八次 八个电话 紧急叫我 去联系蠻多 我就打电话给我们 说蠻多是不是出事了 他们说 确定出事了 所以那天 我祷告 我的感动是 明天早上 礼拜天 平时都有开会 那天没有开会 我说我要下去 我就下去了 然后刚好 他的 他的 妹妹也打给我 我就说 好 约你 我下去的时候 我进去 我说 主啊 你有什么话 你肯定要拆拍 我做什么东西 我不懂要做什么 我走进去的时候 圣灵感动我 说 宣告诗篇 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也就是那时候 Nikolas在这里 讲的那篇道 有一句话 我觉得要宣告的 就是虽然我 所行在死阴的幽谷 我也必不怕 遭害 所以我走进去的时候 我一看 我就看到我朋友 他整个脸肿去 而且他已经是 不省人事了 他的 护士告诉我 他的心脏 只有二十八线 在跳动 他是 靠着机器 在活着 他的肾 现在用机器 来让他活着 所以 我在那时候 他已经昏迷了 我就跟护士讲 我讲话 他听得到吗 他说 他听不到 不用紧 我还是宣告 我说 蛮多 蛮多 没有什么声音 我就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护士在看我 他也觉得我很奇怪 我好像塞工这样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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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说 主啊 我就用方言祷告 我方言祷告的时候 我就 我就读诗篇二十三 回去 他就说 那一天 他们要把机器拿掉 所以很多的简讯 就是说 祷告希望 他的心脏 能够开始跳动 可是如果不跳动 就会死 不然就是成为植物人 我离开 让他 我们做事情 我再看到他的 妹妹 我们就开始祷告 后来我就离开了 我就说 离开之前 他的 兄弟跟我讲说 蛮多 其实说 他已经预备回天家了 可是我们在祷告 希望有神迹 我说放心 我们就寻找神 我其实没有什么 很大的信心 可是一个星期后 有一个星期一 我就觉得 我想去探访他 因为听说 他的心开始有反应了 他还活着 第二呢 我发现 他有很多的发言 可是 他的肾 还是不能够防线 他的整个器官 全部在猫防线 我那一天去 去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看他 眼睛打开 我看到他眼睛打开的时候 我很兴奋 我说 Manto 他看到我 他也很兴奋 他就抓住我 看到他抓住我的 哇 他一抓住我 他的血就飙出来 因为他很多管子 我有点怕 我说Manto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讲话 他好像Darth Vader这样 我知道他要讲什么 他要讲谢谢 谢谢 我只是看他的眼神 我说 找他你活着就好 你活着就好 那一天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们就 我就问护士 怎么样 他的心脏 他说 他的心脏现在完全 100%在跳动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好不好 然后我说 那他胜 他胜还不可以 他胜还需要功夫 然后呢 过几天 他们就发我一个照片 越来越好 多一个星期 我又说 我要再去看他 我相信神要医治他 你知道吗 我上个礼拜 刚去看他的时候 他跟我讲话 他已经什么气管都没有了 而且他见证说 他在昏迷的当中 他看到耶稣走进那个医院 然后在他 在他环境 他说不懂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我的幻觉 不过我要跟你讲 他现在呢 他已经去到 Normal War了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好不好 Come on God is good 神是真的 真的 因为我自己看到 我自己的朋友在 他生命要结束的当中 因为我顺服 我经历了一个 我生命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我知道神会做工 你的环境也是一样 今天 神要你知道 你的生命会得到突破 如果你现在在经历一些困难 等一下你出来祷告 祷告 宣告神要在你的生命做突破 如果你现在在罪恶被捆绑 今天得到释放 Amen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 祂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祂的顺服 祂立志去到十字架 就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个突破 Amen 耶稣没有去到十字架 然后反悔说 对不起我要离开 或者祂死在十字架 钉到一半的时候 祂说 哎呀对不起 我现在可以下来吗 祂在十字架 祂说已经成了 祂不是说完了 成就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的罪完全得到赦免 Amen